医生说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也没这么说 就是说我的体质比较特殊 没说肯定患不上 难道你跟横基 真的没有生孩子的缘分 妈 你说真的怀不上就告诉我 可医生又说 我还是会有怀上的可能的 可是给了我希望 就一次一次让我破灭 我现在都四十多岁了 这种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 可是你跟横基 现在就这么分着 不是更没机会了吗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都这个时候了 跟横基说 这毕竟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啊 你一个人干着急是没用的 可是这件事情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直接跟他说 这件事搬他太久了 到这个时候 你就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 让他选择 妈 妈 回来了 我们那商业街啊 特别火的一个网红点心 我特别买了 你尝尝 好 杭基啊你真是什么都想着你妈妈 那个 我拿到里面去 饿的时候慢慢吃 好呀好呀 你跟志玲你们聊 这儿还有呢 好嘞 好 这么晚了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呀 杨光说你从香港回来以后 状态不太好 我就过来看看 他倒是越来越八卦了呀 所以呢 你是身体不舒服吗 还是 想买的东西没买到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是 你都闹了这么久了 你脾气还那么大 能不能好好说话 谁能不能好好说话 我吗 我闹 在你心里还是认为我在闹对吧 行行行行 那我错了 好吧 是我错了 是 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哪儿错了 但没关系 有在干事 无在加密 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但我最想知道 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是 安静 我们俩之间 之所以会 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美妮姐姐在不在啊 怎么不理我了 美妮姐姐在不在啊 怎么不理我了 谁啊 你这朋友 喂 初遥 我警告你啊 把那该死的小程序 赶紧给我卸了 可对了还有 以后别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我还没想到 你看我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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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服务员 两位 这店看着就挺不错的 先喝点水吧 持大金牌 累死我了 你数骆驼的呀 这么久不喝水不渴啊 写什么呢 我们来的每项开支 我都是要记录的 那你慢慢写吧 我可要大吃一顿 你好 需要点什么 你们这儿又没有什么推荐的硬菜啊 硬菜 什么硬菜 鸡鸭鱼肉大肘子 都可以 有啊 我们有大理沙锅鱼 红烧鸡 一两烤鸭 红烧肉 一样来一份 谢谢 两碗米线 谢谢 我是老板 听我的 谢谢 我管钱 听我的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我们奔波了一天 就吃两碗米线 我们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旅游的 是不是你说的 我算了一下 我们的钱只够以最低的生活保障 走完所有的形成 这好像不太对呀 咱们从出门开始 这定位就有问题 到底你是老板 还是我是老板 你呀 你永远是我老板 你就这么对你老板 也是 老板总是要拍马屁的 服务员 给这位先生的米线里加 二两牛肉 还有一个荷包袋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你要加一起加 干吗只给我一个人加啊 种的东西都是你呗 不管你喂饱 明天谁备东西啊 请慢用 你是我唯一的员工了 所以我要对你好一个 你不跟他有关 你干吗 那你 Präsident 你不跟他在帮忙 你不跟他在帮忙 你不能看 你怎么看 我你真的 你又不跟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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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